小伙伴们在坐高铁的时候,你们是喜欢靠窗的座位还是靠过道的座位呢? 其实高铁的座位分布是很有规律的,不过你有没有发现? 为什么高铁的二等座上有A,B,C,D,F,为什么没有E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 其实无论是一,二等座还是商务等座,你会发现都没有座习E。 这个原因就要从飞机舱位说起,早期的飞机都是单通道的。 每排一般有六个座椅,分别是A,B,C,D,E,F。 AF表示靠窗的位置,CD表示靠过道的位置,BE是中间位置。 时间长了,A到F这六个字母就不仅仅单纯表示顺序的意思, 从而形成了特定的字母代表靠窗,过道与中间座位的国际惯例。 A和F即为靠窗,C和D即为靠过道。 为了和国际接轨,高铁就延续了这种传统。 火车车厢座位最宽是3加3不绝。 从左到右编号是窗,然后是A,B,C,故道和D,F,然后是窗。 而高铁一排最多5个座位。 那么要去掉不影响靠窗或靠走廊的特定字母, 从大的字母开始捡,C动车就没有E的座位。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,其实冥冥之中,外事就有很多的规定。 所以说你喜欢哪个座位呢? 据说很多人都喜欢F。